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年的三月开始 这结果就更恶化了 不断出现各个快递网点的欠薪罢工的事件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上级网点降低或拖欠派件费 下级网点发起停业已是抗议 第二个是网点经营不善 资金紧张 网点降低或拖欠快递员工资 导致员工集中罢工或离职 网点难以正常运营 这样的结果就是快递业的低价竞争 并不是多方代表商共同买单 而是将损失层层转价 到了基层代理商和快递员身上 他们快递商却收获市场份额增长的资方 获取了极具增长的利润 哎 真是可笑的发展啊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